今天我又来到了TRX的空中花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苹果直营店 已经定在6月22号就要开幕了 刚好又迎上了我们的TRX Residences住宅 A洞 B洞马上也在6月底就正式开始交付 那今天我来这个空中花园主要的目的是 看在这个高空看一下周围有什么店铺 因为近期有很多买家 想要投资在TRX周围的一些店铺 那当然有很多已经卖掉了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店铺 是值得去找这个业主去聊聊的 刚才我们在TRX商场楼下 上到空中花园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人是非常非常多 就算今天是工作日 人流也是非常的旺盛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近期马来西亚不是跟中国免签 也造就了很多的中国的旅客 到了马来西亚 另外这个商场已经是城市中心 其中一个非常好的商场 在这里大家可以找到很多吃的 喝的或者一些新奇的 或者是一些特别的品牌 在马来西亚是从来没有过的 都可以在这边找得到 那现在我们走到了 你可以看到周围有很多的树木 这个地区是一个森林走道 大家可以在这边跑步 乘运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来到了TRX商场的大门的上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燕美区 燕美区有很多旧的这些商铺 或者说是一些地块 是值得去投资的 前面有一个桥梁 那个桥梁没拍过 我们下去看一下 这里是Dining Terrace 也是一个餐厅一条街 这里有非常多的不同国家的餐饮文化 大家可以来这里体验 现在我身后就是TRX的商场 旁边是保存保险总部 那么前面一排这个燕美区的旧店铺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比较破旧的 以前没人要的东西 因为TRX的崛起被定为金融中心 周围的店铺现在单程 就是一栋楼的交价 已经到达了1000万马币了 那么我客户之前有幸买下 其中一个不连接的地块 那个地块大概是1万尺左右 1万平方一尺 就大概1000平米左右的土地 在它没有完成购买的流程 就已经陆陆续续有好多人去找新价 轻轻松松 可以还没有完成 就涨了几百万马币 这就是现在这种商业店铺的状况 大家如果有兴趣这里的店铺 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找一些业主想要放手的店面 当然了 价格不会便宜 因为现在已经是在成长期 那这些店铺 这一排的店铺都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它对面就是TRX 非常靠近 你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很近